滴酒不沾却测出晶圓酒测值 原来都是漱口水惹的祸 台中一名灵性男子日前开车被警方拦查零件 一测酒测值竟然高达1.5 不过男子再三的强调 他已经长达8年都没有喝酒 一查才发现原来是他舒缓牙龈红肿的漱口水 里头含有酒精成分 多次用纯水漱口之后 就没有再测出酒精反应 喝水漱口完再次吹气 没想到酒精感测气依旧红灯闪不停 酒测值还高达1.5 不仅男驾驶吓了一跳 原件也表示 头一次看到这么高的数值 男子拼了命喊冤 强调自己不仅没有飘散酒气 言行举止也正常 而且长时间滴酒不沾 怎么可能酒测值还严重超标 原件灵机一动 询问男子有没有服用含有酒精的东西 他才忽然想起自己因为牙龈红肿 经常使用漱口水舒缓症状 拿起漱口水一看 上头就标注含有95%的酒精成分 漱口水有些有酒精成分 有些是没有的 这下总算真相大白 男子经过两三次纯水的漱口后 重新进行检测 就完全没有测出酒精反应 原来就是漱口水惹的祸 记者实际测试就算没有喝酒 使用含有酒精的漱口水后酒测 还真的会超标造成误判 警方强调如果是真的有饮酒 协议里含有酒精成分 就算数再多次口酒测值依旧测得出 民众千万不要心存侥幸 这里是文字幕志愿者 台中报道